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3年 陶英鼎作为中国国家深奥的使者 和民族文化的符号 被送往瑞士洛桑进行展览 它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来自五六千年前 中国古陶的魅力 事实上中国淘气出现的时间 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求远 那是一个晴日出生的早晨 金色的光芒洒在蜿蜒的河流之上 雾气缭绕 一群原始人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他们居住在一个靠近水源的山谷中 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 一位妇女在河边注意到 岸边有一些特别的土壤 她好奇地尝试用手 将这些黏土塑造成简单的形状 这一副有诗意的想象 定格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 作为2012年全球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美国考古杂志在2013年第一期 公布了这一评选结果 入选原因正是因为 在仙人洞遗址中 发现了距今约两万年前的陶气碎片 大约两万年前 陶土 水 火 在原始人类的手中 因为某个契机而融合 吸收了水的陶土 柔软塑形 最后在烈焰中幻化为陶 陶气的出现 是蒙昧于文明的区分的标志 因为其实我们经常讲 文力文明的话的标志 是能够制造工具用核而熟实 而陶气正好是这三件事情的一个集合体 仙人洞的陶气仿若源头 在数千年的时光流转中 陶气文明在中华大地 留下了越来越多的深夜 五千多年前的一天 黄河上游的古地 苍穹之下 仙民们呼朋引伴 踏歌齐舞 可能是为了欢庆丰收 也可能是为了祈求上仓 或者祭祀祖先 这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场景 就这样被绘制在彩桃盆上 彩桃 浓量绚烂的黑彩 红彩 白彩 绘制在橙黄色的桃底上 形成各种灵动的纹饰 三千五百多年前 彩桃冠已经是新疆地区 常见的生活器物 黑红 两彩并用 菱形花纹的排列设计 是当时流行的时尚 而这种桃冠文饰 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符号 新疆喀什高台民居景区里 71岁的老手艺人 土耳逊 肉斯坦 用村列的双手 抚摸着桃盘上 已经成型的土桃坯 土桃是土耳逊童年的伙伴 是成长的乐趣 也是传承的责任 作为亚洲彩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率先成熟的文明影响力 开始向四方辐射 这种文化的流动 最终成就了一条史前彩桃之路 最近四千年左右 黄河六一的彩桃文化 就通过河西走廊 传到了咱们东天山的哈密困地 在这一时期 我们在天山北陆文化的墓葬中 就发现了大量的 甘肃的四霸文化 马场文化 风格相一致的这种彩桃 向天山南北传播的过程中 各地都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化的一些特色 保存至今的历史痕迹已经证明 古代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 在文化上同根同源 交流交融 新疆各民族文化 从一开始就落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 交流是一个一直是一个特别吸引人 又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人的移动性也很强 因为你要肯定到这是一个常识段的 这是可能是一个几百年上千年的活动 人类不断地迁徙 使得人们把桃文化不断反映和融合在自己 新的环境和生产活动中 桃气文明在中华各地不谋而合地平行前进着 从黄河流域到河西走廊 从粗桃到彩桃再到黑桃 我们的祖先用手掌抚摸大地 用心灵感知自然 用最原始的方式与这片土地对话 岁月流转 时间的车轮缓缓驶过新石器时代的田野 历史的脚步迈入东汉 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中国东南部的浙江上渝 有一处名为小仙潭的地方 这里的匠人们似乎听懂了泥土的语言 创造出了世界文明的璀璨之心 瓷器 桃气一步步走到瓷器 它不是偶然 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为工艺技术 掌握这个工艺技术的人 他是在不断地积累经验 不断地总结 北芒山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北 是历代皇亲国妻们 认为入土为安的风水宝地 汇集古代墓葬数十万余座 所谓生于苏行 葬于北芒 在北芒山山脚下 有一座三彩小镇 小镇上住着一位唐三彩的高仿大师 高水望 他数十年如一日 潜心钻研纺制唐三彩的记忆 然而正因为他所制作的纺制品过于逼真 竟意外地引发了一场乌龙事件 有一天凌晨 这警察突然走到我门上 说死我到买问屋 需要我配合调查 我的一个朋友到我家 看到这批汤山脚骂的时候 他跟我母亲说 就顺手把他拿走 结果有人把这个骂当真品被卖了 这次惊动警方的乌龙事件 一时间使得高水望鸣声大噪 如今纺制记忆精湛的他 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唐三彩烧制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 诗传的手艺被再次找回 而这里 北芒山 也正是九十多年前唐三彩出土的地方 那绚烂的红 高贵的蓝 温润的白 交织成了一首首无声的诗篇 描摹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这里是西安市劳动南路一带 一千多年以前 这里是唐朝长安城最繁华热闹的西市所在 唐时长安有东西两市 市就是集市 犹如今天的商贸中心 当时仅西市就占地约一平方千米 在景四行四条主要大街上走马观花 也要一个多小时 熙熙攘攘中有一群远道而来的旅人 他们的形象被定格在时间的河流之中 成为了永恒的见证 实际上这唐三彩这种核心的极数 也在于这种油料的配置 你看上去这其中有都是巨黄色的 但是它手上的颜色都不一样 很神奇 俗话说的唐三彩 这是如要一色初要晚彩 在唐朝时期 唐三彩主要由汉族陶工生产 之后随着汉族 回族 蒙古族等多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唐三彩的图案与风格逐渐呈现出 更加丰富多彩 繁复多变的面貌 辽朝时期 唐三彩的艺术表现更为包容 其图案中不仅有汉字 和汉人面孔的温婉呈现 还巧妙地融入了契单字 吕真文样等多元元素 生动地诠释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 与和谐共生的美好途径 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通过不断地相互影响而逐渐形成 在唐代之后 兴起于北方草原的汽丹人 以其独特的文化气息和艺术创造力 为中国陶瓷的画卷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 收藏着一类造型奇特的瓷器 这类瓷器器身矮小 扁圆 乍一看 仿佛一个囊带 它的顶部中间有一个圆孔 用来继绳悬挂在马身上 顶部的另一侧是一个细高的湖口 即使骏马奔驰 容器中所盛装的水也不容易外溢 因为器物的顶部酷似雄鸡的机关 所以它被形象的命名为机关湖 契丹竹在早期的时候 是主场而居的民族 包括马匹 刀剑 还有皮囊 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工匠们就仿造皮囊 制作了瓷器 皮囊样的瓷器 它是储水 水不容易变质 公元907年 契丹杰出的首领耶律阿宝基建立了辽王朝 辽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西纳中原文化艺术 把大量汉人工像从中原迁徙到辽国 在辽国境内烧制瓷器 于是具有草原族群特色的皮囊外形的机关湖 就这样诞生了 机关湖从最初的实用器皿发展成为艺术品 它的造型 装饰和用途 无不透露出民族交融的印记 从唐三彩到机关湖 不仅可以看到陶瓷记忆的传承与发展 还能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 到了宋代 我们可以说宋代陶瓷之美 它是经过了唐代的辉煌以后 就要绚烂之极 归于平淡 既雕既族 反复归于朴 那么宋代陶瓷在美学上 可以说开创了中国陶瓷美学的最高典范 今天的景德镇 无论现代化的街道 还是狭窄幽暗的弄堂 处处都潜引着瓷器的影子 自从瓷器与东汉诞生不久 就和这座城市相生相伴 现代化流水线 让符合当今审美需求的瓷器 快速大批量生产 手工虽然还是最大的卖点 但机器已经不可或缺 今天的景德镇 依旧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复刻一种 中国瓷器长河中极其珍贵稀有的古瓷器 这种瓷器因其独特的魅力 和非凡的历史地位 成为无数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真品 圆青花 饶克勤从1979年开始 便全家搬进了景德镇 全新研究如何复刻圆青花 画意 气形 颜料 诱料 烧制 在过去四十多年间 饶克勤将掌握的圆青花资料 临摹了无数遍 成为景德镇屈指可数的圆青花高仿大师 高度仿制 古而有之 这是历代艺人钻研诗传工艺的重要途径 从某种意义而言 这也是对历史上大师和绝迹的致敬 圆青花 以其蓝色花纹与洁白胎体的巧妙结合 仿佛一幅悦然慈上的传统水墨画 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纯净 素雅与高洁之美 这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的呈现 更是中国文化多元性与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它见证了不同文化元素 在历史长河中的融合与共生 彰显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不朽的艺术创造力 然而仿制圆青花却极其困难 当时生产的青花瓷器主要用于出口 因此流传至今的圆青花数量非常稀少 每一尊都如同一世独立的孤品 珍贵无比 公元1209年 蒙古人在这一时期大量进入新疆地区 契丹人则逐渐融入其他民族 这次民族融合事件 以慈祭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 馆藏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 元青花凤首扁湖 与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花祠 遥相呼应 一轮一凤 一南一北 呈现着这一时期 新疆地区波澜壮阔的民族迁徙 那抹亮丽的蓝色 无不向世人展示着它珍奇背后 各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厚重底蕴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东方与西方紧紧相连 在这股浪潮之中 中国瓷器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欧洲的天空 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狂热与痴迷 在英文中 China 一词既指中国 也指瓷器 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巧合 更是对瓷器与中国之间深厚联系的最好诠释 中国是世界上陶融器起源最早的国家 更是世界上瓷器发明最早并领先千年的国家 2023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西省景德镇市考察调研时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古至今从未断流 陶瓷是中华瑰宝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陶瓷早已超越了一般工艺品的范畴 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符号 如今在国家的外交礼仪中 瓷器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频繁地作为国礼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2017年9月 在中国厦门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上 甄选的16件国礼当中 有15件是来自于福建省德化县的白瓷工艺品 白瓷富贵物符上鲜艳的牡丹 张开的不仅是艳丽的花瓣 更是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 中华礼仪之邦 礼重于情 礼贵于心 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和传播文明的重要媒介 架起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今天瓷器如同一位九星岁月洗礼的老友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点缀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春天 小巧的青花瓷瓶中插上几只鲜绿 给家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夏日 白瓷碗中盛放的冰粉 清凉结束 秋天 瓷盘中摆满金黄的果实 展示着丰收的喜悦 冬天 桃罐中的热汤 驱走了寒冷 带来温暖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桃瓷器 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静静地站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见证着每一个瞬间的美好 以它独有的方式 讲述着生活中的点滴温馨 一部桃瓷史 半部中国史 桃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犹如一部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 建证了中华文明的璀璨 中华文明的中华文明的智慧 中华文明的智慧 中华文明的智慧 和西方 共同书写了 人类文明 辉煌灿烂的篇章